各位中午好 欢迎搭乘凤凰五件专列 我是郭杨子 欢迎您好 我是老商 以头条要持续关注俄乌最前线 就在乌东的顿巴斯地区战况依然焦灼 而两军现在在北顿涅茨克进行上战 同时地区内的城镇不断地受到了空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表示 自战事爆发以来 俄方已经损失超3万兵力 幼稚俄军已经开始意识到 这场战争没有前景 而泽连斯基也承认 乌军至少要增加10倍的军备 还有10倍的人力 才能继续地对抗俄军 也要求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军事装备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7号的例行视频讲话中指 俄军日军有300名士兵 为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 付出生命的代价 总如一天 这种没有意义的损失 将达到俄罗斯人民的极限 泽连斯基又指 顿巴斯前线的战斗依然紧张 他表示俄军未预料到乌军的强大抵抗力 宪政网顿巴斯部署额外部队 企图遏制乌军的行动 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曾表示 乌军至少要增加10倍的军备和10倍的人力 才能继续对抗俄军 要求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军事装备 而据五角大楼消息 美军现已开始在欧洲多个基地训练乌军使用 美方日前承诺增援乌克兰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但预计乌军需要大约三周的训练 方可进入前线 俄军7号表示 当天摧毁西方向乌克兰提供的榴弹炮和火炮系统 俄防长邵伊古同日则表示 俄军已经解放卢干斯克州9成7的地区 控制包括利曼在内的15个城镇 县镇向波帕斯纳亚发起进攻 而在卢干斯克州的北对内茨克 俄军已经解放当地居民区 正努力拿下位于郊区的一个工业区 以及附近城镇 卢干斯克州长盖达伊则指 两军在北对内茨克发生激烈巷展 乌军多次成功击退敌军袭击 又指虽然俄军控制北对内茨克的工业区 但未能夺取整座城市 俄军正被迫部署更多兵力 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7号则发布视频讲话 呼吁民众不要因失手的城镇灰心 它是乌方正在进行战术调动 失去一些城镇的同时 也在收复另外一些城镇 它又指俄军有更多的兵力和军备 乌克兰仍在等待其盟友提供更多武器 乌克兰国防情报局7号表示 俄罗斯已将210名乌克兰士兵的遗体 归还于乌克兰当局 当中大部分人都站死在 马里乌波尔的亚素钢铁厂 乌官员说 遗体归还工作还在持续进行 所有为乌克兰战死的士兵 都将以英雄荣誉安息 而有消息指 俄总统普京的第一父母僚长基里颜柯 7号访问了乌克兰东南部 在战争初期就被俄军控制的梅利托波尔 消息由俄方任命的梅利托波尔市长 丹尼尔勤科在社交媒体公布 丹尼尔勤科还透露 梅利托波尔正在开始准备入俄公投 同时南部赫尔松地区的官员 当天也表示 赫尔松正在为秋季入俄公投做准备 封侯一事综合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 邵一鼓就表示 卢干斯克地区重镇 北顿涅茨克市内的住宅区 已经完全地由俄军掌控 此前乌克兰的媒体报道 由外国雇佣军组成的赶死队 已经夺回北顿涅茨克一半城区 请看来自本台记者 自北顿涅茨克的现场报道 北顿涅茨克东区目前的这种态势 当然了 俄罗斯和民兵组织在这个区域的组织 北顿涅茨克战役 已经进行了将近半个多月 在这个区域的目前的争夺战 也是相当的激烈 乌克兰军队 在北顿涅茨克的这些残余部队 主要是他的散将旅 以及陆战队等等 当然了 作为北顿涅茨克的这种战略性的依托 这就是利息昌茨克 利息昌茨克和北顿涅茨克 只是隔了一条北顿涅茨克河 而且是利息昌茨克 是作为一个在地区的沟地 是俯瞰着北顿涅茨克 所以对北顿涅茨克构成相当强大的这种威胁 乌克兰军队在这个区域 也是他对东部战区的 主要的物质的供应地和物流中心 乌克兰军队是保证着在这个地区的兵力的集结 可以看到在不久前 乌克兰总统哲林斯基 也是到利息昌斯克进行一个视察 给军队进行打气 俄军在这个区域也是投入了两个魔部旅 特别是加上民兵组织的这种部队 在这个区域进行了一个对乌克兰军队这种反复的对峙 可以看到在这些区域战斗也是发生的相当的激烈 在这个区域的对抗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到处都是未爆的雷管 包括手榴弹 走路也非常小心 看看巨大的弹坑 在这 看看 航空炸弹 俄军在这个区域的部署 也是目前 也是相当的这种紧凑 而且俄军在这个地区的展开主要是机动兵力 包括坦克第一集团军 包括敦尼茨克民兵第一军等等 在这个区域的展开 主要是对中心城市斯拉维扬斯克的这种围剿 而且对它的进行一个封锁 俄军在北敦尼茨克战线 包括在东区的阿吉耶夫干的这个区域 目前还处于一个相当的平静之中 俄方认为 这个区域乌克兰军队修筑了八年的攻势 而且攻势修得相当的坚固 所以对这个地区的未来的这种攻坚 主要是采取危坚战 而且是包括封锁等等 乌克兰军队呢 在这个地区也是集中了大量的精兵 而且不断有从基辅调过来的三地旅 调过来的海军陆战队呢 向这个区域的进行一个增援 有许多人认为在东乌的决战需要进行两至三周 但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呢 东乌决战最起码要一次两个月才能结束 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 卢宇光一万暴载中 萨维在敦尼茨克北线的报道 世界也在关注黑海港口 什么时候能够解除封锁 世界粮食的危机能否缓解 现在也取决于乌克兰的粮食 可不可以尽快地运出 近日俄罗斯是加强了对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 尼古拉耶夫的攻击 对当地造成严重破坏 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尼古拉耶夫 是黑海粮食出口的主要港口 也是俄罗斯想要占领的主要城市之一 俄军在乌克兰东部地区 开展激略争夺战的同时 也不断远程袭击黑海沿岸港口城市 月收尾场移递 也不断远程库 产阳高屁 产阳的管理 产阳的管理 产阳的图场 雇用 产阳的图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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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算是否则 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在《季派》 咦 нам в Миколаїв, ну там, тиждень чи два, щоб ми зрозуміли ситуацію, бо зараз небезпечніше, ніж було два тижні тому. В області зараз більш ніж 3700 объектів, які пошкоджені чи знищені, ця цифра зростає кожного дня. Позавчора були зруйновані склади одного з найкрупніших терміналів України. Постійні обстріли, постійне уруйнування об'єктів і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и та цивільних объектів. 在与乌克兰接壤的白俄罗斯领土上 俄罗斯武装部队的存在 就是为了牵制部分乌克兰武装力量部队 对北部边境地区俄军不断发动炮袭 要继续娥营子部队的有效率 という形容與 Leaveters 在湾部队的州法理院 会合作作NG 精華と免容量第一局 衢其化封部队的物 bill 在网均中 克私均illiMonkey 和 tickets ہ祭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防御北部边境 南部港口城市的形势 也预示着黑海解除封锁并不容易 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宗盛 基辅报道 俄罗斯在7号就提到了 它已经开放连通克利米亚的陆路走廊 允许民众还有货物通行 而在顿巴斯地区 俄乌战火直续 城镇遭到更多的空袭 俄乌两军继续在工业城市 被顿叶此刻进行激烈巷战 过去24小时 俄乌两军在顿巴斯地区 至少增加两处交火点 乌方称 俄军炮轰哈尔科夫居民区 导致一死三伤 另外一个村庄两人受伤 卢干斯克州的鲁别日诺耶 在多州的激战之后 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顿叶斯克州7号 至少有9名平民 在战火当中受伤 俄军也表示 准备要再向顿州的 斯拉维杨斯克发起进攻 而7号当天俄军控制了 位于19亩东南方 与利曼之间的斯维亚 托戈尔斯克 而在发生激烈巷战的 卢干斯克的北顿叶斯克 据称乌军已经夺回了部分尸土 而俄方就称 目前已经控制了 卢州97%的土地 另外乌克兰驻以色列大使 柯尔尼丘克 7号是敦促以色列出售其 铁窘火箭拦截系统 并且提供反坦克导弹 要保护平民 免受于俄罗斯导弹的威胁 我们需要的ン奋 援助 while I'm talking about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m definitely I mean that we need the first of all the military technical support we need Iron Dome Barack or similar that would allow us us to save our civilian woman and children from the shelling of the Russian missiles 克尔尼秋克指出了希望以色列对乌克兰的支持 不只停留在口头上 而且是要提供实际的军事援助 他也解释不是在道德绑架以色列 也不是在祈求 而是希望透过购买获得铁炯系统 他并称此前美国国会批准的400亿美元援助 将为交易提供资金支持 美国也很可能会同意这场交易 因为担心会在军事上激怒俄罗斯 目前以色列对乌的支持 仅限人道主义援助 上周以色列还拒绝了 美国将以色列生产的长丁反坦克导弹 从德国转运至乌克兰的请求 也要看的是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在7号表示 俄乌冲突是一场巨大的悲剧 对于之前没有建立避免冲突的安全架构 表示遗憾 对于近期有声音批评他力推 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导致于德国过于依赖俄罗斯的进口能源 默克尔表示在任期间为了要缓和俄罗斯 还有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 做了大量的外交努力 不会为此道歉并指出外交手段没有生效 不等于外交努力是错误的 他也谴责俄罗斯违反了国际法强攻乌克兰 美国海军格雷夫利号驱逐舰 7号停靠波兰港口格丁尼亚 美国驻波兰大使布雷金斯基就表示 此举是为了在邻国乌克兰战争肆虐之际 传达对波兰的支持 另一方面德国总理舒尔茨 7号是访问了部署在立陶宛 由德国领导的北约多国作战部队 他表示已经做好了要准备强化北约东义 应对俄乌冲突 美国海军格雷夫利号驱逐舰 7号停靠波兰北部波罗的海港口城市 格丁尼亚 美国驻波兰大使布雷金斯基表示 美军舰的出现绝非偶然 而是要向处于俄乌冲突前哨的 波兰人民表达明确的支持 美国驻波兰大使用 布雷金斯基还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不愿看到美国和波兰进行合作 但两国从未像现在这样团结一致 格雷夫利号舰长透露 此行主要任务是通过演习和航行等活动 与北约盟国和伙伴国家合作 帮助维护地区稳定 德国总理苏尔茨7号访问部署在立陶宛 由德国领导的北约多国作战部队 苏尔茨表示 德国已做好准备将加强在立陶宛的军事任务 以便强化北约东义 应对俄乌冲突 苏尔茨指 除了强化训练 还将建立多国作战部队与德国士兵的直接联系 确保前沿地区的士兵数量 同时将与北约一起加强防空技能 苏尔茨与立陶宛总统脑赛达当天的联合声明中指出 未来在立陶宛的多国作战部队将扩展至一个旅的规模 另外 北约负责国防投资的副秘书长格兰德 7号在接受访问时表示 北约无意就芬兰和瑞典核武器部署问题上对俄罗斯提供任何安全保证 他表示每个国家都有部署或者不部署核武器的自由 不认为当前形势下北约有必要就地区军事态势向俄罗斯做出任何保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国家杜马7号通过了一系列新法律 让莫斯科无需遵守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决 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新法律指出 俄当局不再有义务遵守欧洲人权法院在3月15号之后做出的裁决 俄罗斯早前在3月15号正式宣布退出欧洲委员会 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6号与社交媒体上就说了 欧洲人权法院是西方政客用来和俄罗斯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而法院的不少裁决违反了俄罗斯的宪法 价值观和传统 包括要求俄罗斯承认同性婚姻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的有 匈牙利总统办公室主任库罗什当选新一届联大主席 朱宇伦在接受我们的专访是指出了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会胜选 欢迎来关注到是中国委员兼外长王毅7号在努尔苏丹出席 中国加中亚五国外长第三次会晤 期间分辨于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外长举行会见 在会见土库曼斯坦副总理兼外长梅毅表示 习近平主席同米尔纪约耶夫总统建立了高度互信和深厚友谊 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重要战略指引 中方院同乌方以中乌建交30周年和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加大相互理解支持 深化至国理政经验交流 共同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在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时 王毅说 中级是友好敬临 是搬不走的邻居 两国地理上山水相连 安全上休憩与共 经济上优势互补 中方支持及保持政治稳定 社会和谐 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国始终是集最可靠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 愿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 以建交30周年为契机 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向前发展 凤侯卫视综合报道 韩国 美国 日本三国副外长8号在韩国首尔举行三方会谈 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赵贤东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 以及日本副外相孙武夫出席了本次会议 韩联社报道称 三人就朝鲜可能重启核试验的背景下 地区和全球合作问题进行了讨论 这也是三国副外长自去年11月在华盛顿会晤以来 时隔数月再次的聚首 而另外舍曼也在首尔同乌克兰的副外长谢尼克举行了会谈 商讨了美国继续对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 经济和安全援助等问题 美国朝鲜问题特别代表京城七号表示 朝鲜可能随时进行第七次核试验 同时他认为朝鲜没有表现出重返谈判桌的兴趣 美国朝鲜问题特别代表京城七号表示 朝鲜今年试射了数量空前的弹道导弹 朝鲜官员还用了可能暗示使用战术核武器计划的言辞 京城重申美国的立场 即华盛顿已评估朝鲜正准备进行第七次核试验 京城表示无法预料具体时间 但朝鲜方面显然已经做好了准备 据他的理解朝鲜可以随时进行测试 京城指出6月5号朝鲜试射了8枚弹道导弹 这是朝鲜单日发射次数最多的一次 而朝鲜在2022年已经发射了31枚弹道导弹 这是朝鲜在一年内发射弹道导弹数量最多的一年 超过了2019年25枚的记录 而现在才刚到6月 京城重申美国愿意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 与朝鲜进行外交接触 并表示如果平壤重返谈判 华盛顿愿意解决平壤关切的问题 京城表示迄今为止朝鲜尚未做出回应 并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朝鲜有兴趣参与谈判 京城称希望中国未来能够更加积极地协助 说服朝鲜无核化的努力 美国副国务卿舍曼正在韩国进行访问 和韩方讨论韩美同盟发展问题 期间美韩两军在7号进行了一次联合空中力量展示 舍曼表示如果朝鲜进行核试验 美国将会有强烈而明确的反应 这次展示包括F-35A隐形战斗机在内的20架战机 美韩于当地时间6月6号凌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了8枚地对地导弹 以回应朝鲜前一天发射的短程弹道导弹 韩国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韩美展现了快速准确打击朝鲜挑衅的强大能力和决心 正在密切关注并未朝鲜的任何进一步挑衅做准备 第九届的美洲国家领导人峰会将会在洛杉矶时间当地的8号正式开幕 由于美国没有邀请古巴 委内瑞拉以及尼加拉瓜参与峰会 引起多个拉美国家的不满 其中墨西哥总统洛佩斯表明不会出席 将会改派外长埃布拉德参与 埃布拉德在当时就表示了 洛佩斯决定缺席这一届的峰会将不会损害 墨西哥与美国的关系 埃布拉德表示 目前墨西哥与美国在广泛而明确的领域存在友好关系 总统决定缺席本届峰会将不会损害墨西哥与美国关系 下个月 洛佩斯将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拜登就双边关系的议题进行讨论 总统洛佩斯也在周二表示 他不去参加美洲峰会的理由就是因为本届峰会 美国没有邀请所有国家领导人与会 这一做法破坏了国际关系总责 有关说他的做法是在帮助美国共和党的中期选举毫无道理 他特别指出 在墨西哥的南部边境地区 又有中美洲移民在聚集 这一行为绝非偶然 是在美国中期选举期间 受到了美国一些利益集团的指使而产生的 墨西哥政府提出从根本上解决中美洲移民问题 就是要改善当地的民生 为此墨西哥维宏多拉斯 萨尔瓦多维地马拉投入资金 通过播种生命计划 年轻人建设未来等项目 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 然而墨西哥资金有限 美国政府从特朗普执政期间就加入了这一计划 承诺提供40亿美金的援助 可是五年之后的今天 一分钱都没有到位 据墨西哥媒体 根据美国移民不愿意 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表示 在第九届美洲国家组织分会举行前席 美国有十家私人公司决定 将为中美洲三国提供19亿美金的援助 以发展当地的经济 凤华卫视江美军墨西哥城报道 联合国大会在7号 经选举产生新一届联大主席 匈牙利总统办公室主任库罗什成功当选 将于今年9月正式就任第77届联大主席 还表示任内将会聚焦团结可持续科学的方式 来解决全球的挑战 联合国大会7日选举产生新一届的联大主席 来自匈牙利的外交官库罗什成功当选 将于今年9月正式走马上任 任期为一年 他在联大发言时表示 乌克兰战争和其他冲突将在未来几年 都对世界产生前所未有的不稳定性 世界已经无法回到旧的常态 联合国也必须积极进行改革和转型 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 他表示任内他将聚焦团结可持续发展 以及科学的方式来解决全球性挑战 他强调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影响仍然存在 全球经济正处于衰退的门槛 主权债务也处于前所未有的水平 各国需要通过制定共同目标 原则和协议来寻找解决的途径 顾洛什是匈牙利总统办公室负责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主任 曾在2010年至2014年担任匈牙利常驻联合国代表 库洛什在当选之后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就在第一时间传递了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的贺电 王毅热烈祝贺了库洛什的当选 并表示他相信他在正式就职之后 也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中国也会积极参与到联大的各项事务当中 凤后卫视陈寅谦江广复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的有 内地外贸进出口增速下降 商务部将督挫并举保稳体制 商务公文化博物馆门票收入能弥补三成开支 关注财经消息 隔月美股收高 不过今天的亚太股市涨跌不一 韩国股市高开之后在平盘附近盘整 而日本和台湾股市都上涨 接近1% 内地互生股市是集体高开 小幅冲高之后全线翻率 创业版领跌 半日下跌接近2% 从盘面上看 银湖体理互联网电商板块是涨幅剧前 户指中午报3219点 下跌22点 跌幅0.7% 半日成交3269亿人民币 顺承指中午时报11826点 下跌108点 跌幅0.91% 半日成交3938亿人民币 受到隔夜中概股大涨的带动 香港股市是高开高走 内地监管部门发布新一批国产网游版号 激励哩哩哩哩 其升15% 腾讯也是大涨接近5% 恒生指数中午收报21897点 上涨366点 升幅1.7% 半日成交1000亿港元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8号的上午10点 举行了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介绍推动外贸 保稳提值有关情况 并且回答了记者提问 具体来说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我们要采取措施 降低外贸企业的成本 增加他们的效益 刚刚我们的同事 刚刚任行的周市长也提到了 这方面的措施 比如说我们同人民银行 外汇管理局出台 就近日刚刚出台了一个 关于支持外经贸企业 提升汇率风险管理能力的通知 来降低企业汇率方面的成本 那么今年以来 大家也知道汇率波动比较大 那么我们在这方面 指导企业来降低他们的成本 商务部副部长兼 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寿文表示 商务部将会针对外贸企业 遇到的困难 推出多项针对性措施 包括降低外贸企业成本 降低海运成本 并和国家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 合作出台加快出口退税的政策 减轻资金压力和成本 当局也鼓励金融机构 和地方商业部门 进行政府银行 还有外贸企业对接 克服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并且采取措施 要确保物流成通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今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介绍推动外贸保稳体制有关情况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 副代表王寿文 在回答我们记者提问时就表示了 中国在今年前四个月的外贸增速 有亮点 凤凰卫视的记者想请问一下 关于外贸形势 我们关注到在今年前四个月 如果以美元计价 外贸进出口的增速是10.1% 虽然还是两位数的增长 但是相比去年同期 是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的 所以想请问商务部 如何看待这个增速 那么对未来一个阶段 外贸形势有什么判断 谢谢 首先呢就是从规模上来讲 这个全四个月我们的进出口 达到了1.98万亿美元 就将近2万亿美元 那么增速只有10% 但是是在高基数的基础上增长的 去年我们的外贸 大家知道全年是6万亿美元 1%就是600亿美元 所以我们增长10%这个速度 这个规模是参照了同期的新高 日本第一季度经济增速 经修订之后 萎缩幅度是明显收窄 不过最新发布的四月贸易收支 出现逆差 导致经常涨盈余大幅缩小 日本四月的经常涨盈余 是为5010亿日元 较上年同期大幅萎缩超过五成 主要是由于燃料采购成本激增 推动整体进口同比增速达到32% 金额也是创出记录 这也超出了由钢铁和汽车 带动的出口增长 使得贸易收支转为逆差 虽然说在海外投资的巨额回报支持下 经常涨仍然是连续第三个月 录得了盈余 但市场担忧日元大幅的贬值 将会导致经常涨持续的萎缩 影响长期的购买力 而截至到今年的三月 日本的金长杖银鱼已经连续 第四个财年下降 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 一会儿见 回来来看到是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接受我们的专访时 他提到了对于岛内今年年底的 九合一选举以及2024大选 都持乐观态度 朱立伦计划通过疫情 经济等民生议题扭转民意 不过朱立伦也承认 想在现阶段私下卖台的标签 仍然存在一定难度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4号在即将重启的国民党驻美代表处接受凤凰卫视专访 作为台湾在野党领导人 朱立伦希望重启代表处向美国各界发出国民党的声音 目前国民党在台湾岛内支持率是大概两三成左右 您怎么向美国各界证明国民党是代表了台湾的民意呢 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讲 每一次的民调的数字是不一样的 可是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全台湾的22个主要的城市 22个县市里面 国民党实证是占了14个 我们就是希望用这样子一个角度 逐渐的来努力 那未来的年底的选举当中 我们很乐观的来看的话 我觉得我们国民党还是能够胜选 然后在2024年 我们才有机会逐步的能够重返执政 同时朱立伦也承认 国民党要扭转支持率并非一步登天 而应该通过寻求支持 争取青年选民民意 对外宣传国民党的立场来达到目标 而对于外界给国民党贴上卖台的标签 朱立伦也做出回应 我们必须要让全世界的朋友知道说 我们是最爱台湾的政党 我们是最爱民主体制的政党 而且我们是希望两岸能够持续的和平 能够交流 能够对话 当然我知道现阶段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如果困难就不做的话 就不是国民党了 现在国民党的民调数字不利 您认为是否意味着就是党内的选民 其实也不支持国民党的对外政策呢 我不这样认为 两岸关系只是所有政治环境 政治条件的一小部分 那真正的包括一些内政的议题 包括譬如说最近整个疫情 到底政府做得好不好 在野党扮演的角色有没有禁止 民众都在观察 或许我们在两岸的议题上 被民进党不断的攻击 我们会有失分 但是我们如果其他议题做得更好 我们还是一样赢得胜选 年底的大选跟2024年大选不利的话 您是否能够接受长期处于一个少数党的地位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我们现在是少数党 但是我们在地方是多数党 那我们还是有信心说 今年一定在年底的选举当中 我们还是多数党 只是说在全台湾的一个选举当中 我们能不能够2024年获得胜选 我们要更努力 我不认为台湾的民族 会让一个政党长期成为政党 也不可能让国民党长期成为在野党 凤凰卫视陈令南疆域华盛顿报导 韩国媒体就报导了 韩国海军将把高级潜舰的部分军事技术 疑似被泄露给负责台湾自治潜舰的台船公司 也有六人遭到韩国警方移送检方侦办 另有一人在台湾遭到通缉 台船公司发出声明表示 媒体报道并非事实 韩国媒体报道 韩国一间造船业在2019年参加台湾制造潜舰的合作标案 并签订约35亿台币的合约 随后陆续派20多人抵台 当中有人涉嫌将韩国海军张宝高级潜舰部分技术 泄露给负责台湾自治潜舰计划的台船公司 据了解韩国警方已将涉嫌用1亿8千万台币价格 泄露军事机密的六人移送到检调机关 并依司法途径冻结不法款项 另有一人在台湾遭到通缉 台船公司发声明 波车报导表示韩国公司主要是提供技术咨询 没有提供韩国的潜舰图资 强调韩国媒体报导内容多与事实不符 凤凰卫视综合报导 再关注是即将开幕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在7月2号就要开幕了 展示超过900件由北京故宫博物院借出的文物 那绝大部分的文物是首度在香港展出 那么票价到底是多少呢 带大家了解一下 标准的成人门票是50元 可以参观其中7个展厅 如果想参观所有的展览 就要买120元的特别展览门票 想让西酒管理局的行政总裁冯成熟瑜 他就表示了 特别展览的门票占每一天门票的三成 由于部分的展品保险费高昂 也希望门票收入能帮忙补足三成的开支 目前我们都希望能够做到 入场费大概可以彌补到我们三成左右的收开支 我们西九文化区管理局给到故宫的大概是五成左右的开支 另外就是筹款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筹款工作都是在进行 接下来我们会有11月已经有一个大的新的特别展览 这个我们都得到赞助的 其实赞助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会食也会费也是很重要的 他又指出筹款的方式也包括了考虑向北京故宫博物院 来申请版权作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文创产品 以及邀请本地的设计师进行文创设计 被问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门票 未来会否分本地以及非本地的游客收费 冯成熟一就指出 由于做法复杂加上展馆面积较小 难以同时应付防疫措施 保安检查以及核对身份的工作 故不会考虑 他预计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开幕之后 每天可以容纳7000名的游客 但是由于疫情以及社交距离措施的限制 开幕后头一个月 预计每天接受约5000名游客参观 随着香港疫情舒缓 重新开放的西九文化区M Plus博物馆 是带来了不少的新意 而馆内的M Plus戏院也在8号 也就是今天开幕了 策展方就表示院内放映的节目 将会呼应博物馆展厅 还有展览和藏品 而且不会拘泥于电影的形式 要丰富观众的观影体验 位于M Plus博物馆内的M Plus戏院正式开幕 将放映70部来自香港 以及世界各地的影片作品 试镜100场次 开幕电影为王家卫的经典名作 《阿飞正传》 以及贾张科的《小五》 以4K修复版播放 策展方表示 M Plus戏院的不同之处在于 节目的选择将呼应 博物馆展厅的展览和藏品 让观众欣赏节目之余 以拉近与不同艺术范畴之间的联系 香港其实有很多展览的地方 可能都没有一个戏院一样东西 我们戏院的节目 都经常都会和其他展览 我们M Plus的展览有呼应 还有也都有机会 剪出一些我们M Plus的馆作 作为一间博物馆里面的电影院 除了电影之外 这里还会播放音乐录像等 艺术作品丰富观众的观影体验 我们很多现在的专题节目里面 就不单是在一些长片 长片的放映里面 都会有其他短片 或者甚至乎是 音乐视频或者广告 甚至乎是 archival footage都会有的 所以其实整件事 整个节目 其实对一个 我们香港的 来M Plus的观众来说 都是一个新的体验 在电影院旁边也设有多媒体中心 观众可在此观看超过250部录像和电影 包括跨年代影像作品 艺术家的行为艺术 录像散文 动画等 凤宏卫视 崔可军香港报道 香港行政会议 7号通过了 电车加价申请 而加价之后的车费 将会于7月11号起正式生效 相关消息 立刻连线给正在中环的记者 卢西文 西文午安 相议 杨子 午安 西文这一次 港府批准的电车加价 当中会考虑到哪一些的因素呢 好的相议 我现在呢就是在位于香港中环环球大厦的现场 大家可以透过我的身后呢 就看到呢 不时都会有各式各样的这样的双层的电车呢 其实是穿梭在香港的街道 而这些电车的车轨呢 其实他们是遍布在了香港岛市区 所以呢 他们也成为了香港岛市区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由于这些电车在行驶的时候呢 是会发出叮叮的声音 所以呢 香港的市民呢 也是亲切的把它们称为叮叮车 大家可以看到呢 像我身后的这些这样的丁丁车呢 其实在香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 那么香港的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呢 是在昨天也就是7号的时候呢 是会同行政会议呢 根据电车条例的第51条呢 是决定说通过修改这个电车的这样一个车费的这样一个决定 而这样的决定呢 其实是会在看线之后的一个月 也就是7月11号呢 是正式的生效 那么相关的票价会做出哪些方面的一些修改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12岁级以上的这样一个人士呢 他们的票价是会由2.6元呢 是上涨到3元 也就是会上涨0.4元 而这个11 3至11岁的小童呢 票价是会由1.3元呢 是上涨至1.5元 也就是会上涨0.2元 而65岁以上的涨者呢 票价会由这个1.3元 1.2元呢 是上涨至1.3元 而这个月票呢 是会由220元呢 上涨至260元 同时呢 这个游客票呢 将会被取消 那么香港特区政府的发言人就表示说呢 政府需要确保这个电车公司 它的财务的稳健性 所以呢 才做出了这样一个修订的决定 而做出这个修订的决定之前呢 他们其实是综合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 其中就包括了这个电车公司 它正在提供的一些服务 以及是呢 它计划推行的一些相关的改善服务 同时呢 也是考虑到这个电车公司 在上次加价以来呢 他们整个的营运成本 以及是收入的相关的变化 那同时呢 也是对未来呢 做出了一些预测 所以呢 才进行了这样一个加价的 调价的这样一个决定了 那同时呢 其实我们看到说 整个香港呢 其实说到加价 它的香港的生活成本呢 一直以来是汇居世界的前列的 那么最新的一项 这个国际机构的调查 也显示呢 香港由于去年 这个生活成本的上涨 以及是港元的持续强劲呢 因此呢 仍然持续是成为 整个全球 这个生活费用的最高的城市 而位列第二的呢 就是美国的纽约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 最新情况 现在先把时间 交换给向盈 就是这样子 稍微加价了 不过也是保留住了 香港人的群体记忆 不过接下来这个 好像不见了 没错 接下来这个呢 也算是很多香港市民的一个回忆了 因为我们要看到的是 在香港开业近30年的 连锁零食店 优质良品 是全线结业 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 谢秋安仪就表示 依赖游客为主的店铺 在疫情期间 挣扎两年半之久 最终要结业 反映情况非常不理想 而通关无期 业界经营有用烧钱 游客区的租金 真的不低 真的很高 而到今时今日 还没有游客到的时候 大家又捱到多久 转型又可以 有多快可以转身 去到释认到 现在这个情况 种种因素 都是影响着 一些旅游相关的零售店铺 他们的生存空间 过去的三年里面 一直期望着空关 有期业主也都是 一听着有少少动静 可能是通关 又跟着又想家租了 真是低传未算低 说真 生意那个情况 租金一直是下滑着 但是下滑的速度 够不够生意 下滑出道快 真是不够的 至于商铺能否转型经营 谢秋安仪认为 这似乎个别公司的能力 要拓宽货源 吸引本地顾客 也需要因应疫情 开拓网上经营 他也表示 香港的旅游业 仍然有一定的吸引力 如果通关 依赖游客为主的商店 一定会重新开业 但协会有预计 如果不能落实通关 就算没有 第六波的疫情爆发 香港今年的零售业前景 也只会持平 摇关心疫情 国家卫健委就通报了 7号内地新增了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有67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有23例 而本土病例为44例 另外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49例 境外输入占69例 本土为80例 在新增的44例 本土确诊病例当中 内蒙古最多占到35例 北京和上海各4例 四川1例 而在80例新增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当中 也是内蒙古最多为46例 另外上海有11例 辽宁有5例 北京有4例 四川云南和基林各有3例 而浙江还有福建各有2例 江苏1例 内地7号并没有新增死亡个案 没有新增疑似病例 美国演员在德克萨斯 尤瓦尔比小学 枪剑事发地长大的 麦康奥西7号在白宫出席记者会 展示枪剑受害者的照片和遗物 发出家长的呼吁 加强枪支管控 Maryte wore green high top converse with a heart she had hand-drawn on the right toe because they represented her love of nature. Camilla has got these shoes. Can you show these shoes, please? We're these every day. Green converse with a heart on the right toe. These are the same green converse on her feet 卖康老西获得总统拜登的结界 并与国会议员见面 他在记者会表示 在枪击事发地见到很多的家长 他们的梦想就是让孩子平安长大 实现梦想 但是枪剑却让他们梦碎 他敦促两党议员就控枪法案 尽快达成一支 感谢您达成今天的凤凰武艰专列 再会 再会